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五百四十二回 徐凤年开始意识到 自己似乎在陪着徐霄在那场风雪中 见过北蒙女帝之后就太忙了 而且这种心思上的忙碌很自顾自 甚至肯定都不是徐霄的初衷 内心深处啊 徐凤年怀念北梁以外的江湖 那曾是他儿时的梦想 他曾经以为那是跟轩辕清风比喻过的一座雪人 画了变画了 不可再求 在那座江湖里 有很多人让徐凤年感到遗憾和愧疚 徐凤年怀念缺门牙的老黄 跨木剑的游侠儿 耻慕老去的羊皮球老头 怀念奇牛的红喜相 怀念远嫁江南的大姐 甚至怀念丫头绿客栈的那对魔头夫妇 怀念那对死去女儿念念不忘的北莽妇人青竹娘 江湖里啊 有他很多在乎在意的人 却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与自己或生离或死别 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好 他没能让老黄不去五地城 没能让温华继续在江湖中不胜下去 没能留下大姐在人间 没能让二姐不去坐轮椅 没能让红鼠远离敦皇城 所以徐凤年在很多时候都觉得 当这个世袭网替的北梁王 只是一副逃不掉的重担子而已 并不是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徐凤年知道此时被李青山问及 才开始去深思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徐凤年望向九天之上 他轻声道 天道 那是天人才可走的独木桥 大道 却是俗世人人可走的阳关道 他并不清楚这句话 与那个让天地滚走无数雷的李玉府 是何其相似 徐凤年最后对自己说道 想做什么 多简单的事啊 就是想做徐霄的儿子 徐霄让春秋之中那么多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有了活路 我这个当儿子的就是想守住这条路 谁不答应 我就让他答应 一旁苦等多时的随邪谷翻了个白眼 他不耐反倒 你小三到底打不打 徐凤年 欠意一笑 抬起手掌 那柄鼠道随之浮出了剑鞘 可就在此时 一个女子嗓音在众人耳畔突兀的响起 随邪谷 你滚下来 徐凤年满脸的幸灾乐祸 他微微笑问 随老前辈啊 你到底打不打 随邪谷神情僵硬 一咬牙 打 怎么不打呀 但得平静 这是没娘们说话的份 徐凤年脸去笑意 他说道 没事 李纯刚说过 天下事就是一件的事 他瞥了眼蜀道 轻声说 去吧 那柄鼓剑蜀道 瞬间消失不见 随邪谷猛然抬头 徐凤年笑道 不过 我这一剑 有点多 几乎同一刻 身处北梁的吴家剑种百剑 灰山轩辕清风 洛阳 徐英 拓跋菩萨 邓茂 还有那不用剑 却为媳妇配剑的男子 北蒙 齐剑岳府的数位高人 依旧在龙虎山外游历的齐仙侠 京城 唐熙剑仙 卢白杰 正带着徒弟渔府 赶往武当山的年轻道士李渔府 以及在大楚旧都发呆的江泥 都不约而同的抬起头来 尤其是江泥 他犹豫了一下 自言自语道 剑 吴家剑种 冬月剑池 齐剑岳府 三座公认江湖藏剑 埋剑 楚剑最多的地方 更是京市骇俗 天下明剑 进入高空 赴北梁 这无疑是位为壮观的一幕啊 这是一幅注定会在江湖经久流传的画面 随邪谷几乎在一瞬间就被数万柄飞剑迅猛镇压 前一瞬呢 丹仲平外的看客只觉得有黑云遮天蔽日 下一刻那些黑云就落在人间插满了整座丹仲平 破空而来的飞剑数目实在太过巨大了 以至于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紧密的庸促在一起 很快那随邪谷就消失在众人视线 除了剑还是剑 年轻北梁王如同使出一手半山倒海的仙人神通 凭空打造出了一座微微然的灰红剑山 起先这剑山呢 还有肉眼可见的窑洞 但晃荡逐渐的幅度减小 随着无耻净的一剑加一剑一剑叠一剑一剑 剑山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稳固 直至整座山峰彻底的纹丝不动 丹仲平外 人人瞠目结舌 见过打架的还真没见过这般打架 这会儿啊 再不服气徐凤年莫名其妙就成为天下第一人的家伙 也终于心服口服了 对一触即发两莽大战再没有信心的悲观者也觉得是不是可以信那徐凤年一次啊 蜀道是最后一柄落下的明剑 像是被人漫不经心的摔在了剑山之巅上 原本又有松动迹象的剑山完完全全没了生气 偶有一两柄斜叉的飞剑滑落剑山跌在丹仲平外 一位摇摇站在街道远处屋檐下的高大女子嘴角翘起 他瞥了眼高达三十余丈的飞来见风 他讥讽了一声 让你滚你不滚 百年英明毁于一旦了 徐凤年并未站在那山脚处 也没有返回马车 而是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同一屋檐下 比他还有高出一息的女子望着他 只见徐凤年脸色苍白 但神采焕发 看似矛盾 其实不然 澹台平静更是视为天经地义 当年他的师父也是如此 身子骨不显雄壮 更像是若不经风的读书人 但师父的眼眸 从来都是跟此前眼前的年轻人 如出一辙的干净 干净到以至于 师父第一次为他伸手指向那条过江莽 他都忘了去欣赏那位正直蜕变的百丈白莽 他眼中只有自己销售师父的眼神 哪怕过了十数年 师父的那句口头禅仿佛犹在耳畔 傻大哥儿哦 盯着徐凤年的澹台平静 他笑了 仿佛耳畔又想起了师父 喊他的那句傻大哥儿哦 像个精力千辛万苦 寻回了心仪物件的小女孩 徐凤年不明就理啊 反而看得他有点毛骨悚然 上了岁数 何况是百岁高龄的女子 突然流露出如此志趣作态 饶是徐凤年的脸皮和心智也有点扛不住了 本想聊上几句的徐凤年 赶紧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肚子 澹台平静的师太很快消散不见 恢复成南方炼气室首席大宗师的淡泊神情 他转移视线 平静道 这一件叫什么 有没有名字呀 徐凤年笑 给昭氏取个响当当的名号 那不是俗人才会做的事啊 澹台前辈也有这么俗气的习惯 他说道 我也要吃喝拉撒睡 也会打嗝放屁 真就不俗了 徐凤年当年劝解温华 不要太痴情于江湖上那些呀 瞧着高不可攀的女侠仙子 因为他们也得拉屎 难不成他们拉屎就能拉出一朵花来 与澹台平静的这番自嘲 倒是有一同工之妙 可毕竟啊 那是当年那个乞丐落难时候的泛门之词 如今很难有这份苦中作乐的心境了 徐凤年嘴角抽搐一下 他善善笑道 不一样 这话别人说来俗不可耐 可从澹台前辈嘴里边说出来 听着呀 还会透着骨子鲜气 澹台平静 视线越过了依旧不肯散去的人群 望向了堆积成山的数万丙剑 他感叹道 恭喜北梁王重返天人境界 徐凤年放低声音说道 如果有一天 他马上打断了徐凤年的话 直接了当的给出答案 可以借你 徐凤年撇了撇嘴 跟聪明人说话呀 省事是省事 但是无趣是真无趣 他拢起袖子跟澹台平静一起 望向那座本该唯有天下之剑 共主才能搬来的壮观剑山 想起了一些往事 很久很久以前呢 他喜好配件配刀 却是个绣花枕头 他藏有一柄神符 也好不到哪去 徐凤年忍不住叹了口气 澹台平静问道 何时前往梁州边境独占呢 徐凤年缓缓的说 就这几天的事了 先等金旅制造局 把那件新王莽袍送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梁州城以丹仲平作为原心 拥堵的水泄不通 因为这场大战的落幕啊 过于迅雷不及掩耳 很多外边的人只看到呢 飞剑如黄落剑如雨的场景 并不知晓这场较量已经结束 仍是向丹仲平一路杀去 这就使得原心那块的 一打拨看客呀 根本就甭想走出去 可以说呀 大半的梁州城居民 要么已经到场 要么在前来观战的路途之中 折腾的比过年还热闹 北梁这边啊 其实不像太安城那样 喜欢隔三差五的 就来一次什么万人空巷 可是这一趟热闹 那可实在是百年难遇了 北梁五人被军武压制的半死不活 好不容易北梁王亲自出马羽人 过招比武 加上还顶着天下第一人的大帽子 再心如止水的梁州人 也难免是心动不已 茫茫人海之中 离着丹仲平半里路左右的路程 就有一对性子截然相反 但身份都显赫非凡的女子 两人灭命相去呀 他们呢 分别是邻州别家宋妍之毒女 宋黄梅 经略是大人李公德的女儿 李富珍 这俩闺蜜 后者呀 开始并不想操贼热闹 尾时是熬不过最喜欢五刀弄箭的宋黄梅死缠拦打 这才不情不愿的跑过来 结果马车就被堵在半路上了 以宋黄梅的跳脱活泼 二话不说跃上车顶 李富珍呢 则站在了马夫的身后 好歹是没错过那个飞剑下坠的画面 站在马车顶上的宋黄梅等了半天 没等到剑山上数万飞剑四剑弹开的结果 既有经验也有失望 他跳到李富珍身边 满脸的意犹未尽 嘖嘖道 咋呀 咱们俩没白来吧 荡气回肠 你要是没来呀 毁死你 李富珍神情淡漠 宋黄梅对此也见怪不怪 钻紧着拳头狠狠的砸在另一只手的手心上 自说自话的 不行 我一定要跟那家伙拜师学艺 就算给他每天端插送水也不打紧 这样的绝顶高手 不拿来当师父 不是报点天物是什么 李富珍欲言又止 宋黄梅一脸可怜兮兮的望着他 哀求道 富珍姐姐 我的好姐姐 我知晓你与那家伙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你说话比我管用 要不你帮我说说情 李富珍一瞪眼 劝你呀 死了这条心 李富珍微微撇过头 语气冷淡 我与他从来并不对眼 宋黄梅嬉皮笑脸 冤家一姐不一姐吗 何况男女能够成为冤家 本就说明有缘 李富珍冷哼了一声 那也是孽缘 宋黄梅翻了个白眼 看这条路走不通啊 就想着自食其力好了 他绞尽脑汁的琢磨着 如何能偷偷的摸进着青梁山的王府 为了能跟他练剑呢 女子矜持大家闺宿什么的 就让他们随风而逝吧 李富珍在这一口神有万里 心不在焉 如今北梁局势啊 也可谓是瞬息万变 随着宋栋明出任的 名不正言不顺的副经略史 北梁官场都清楚 今年极有可能是李功德 担任文官第一人的最后光景了 而且当时经略史大人 在灵州军政变动之中 表现得不尽如意 虽说生了个争气的好儿子 依旧跟徐家牵连紧密 可一朝天子 一朝臣是自古而然的规矩 而且当下呀 不是顺顺当当做一任太平官的光景 口碑平平的李大人 未必能够在北蒙百万大军压境之际保住官位 如此一来 门庭喧闹远训前几年的灵州经略史府邸 越发冷清 官场上新人旧人呢 都一股脑跑去了刺史徐北志和别家宋颜那边去混恋熟 李富珍对官场起伏一向不关心 可是随着爹年事见高 又没有小辈孩子可以寒衣弄孙 整天就是闲在家里边对付那些个花鸟鱼虫 李富珍也不明白 是因为爹的官眼突然变没了 还是对前程认命了 但李富珍呢 还是更习惯那个每天与大小官员客套寒暄玩弄心计的爹 每天都逗着昂扬 每天都知道明天该见谁该说什么话 而不是像现在悠悠度日做一个富贵老邪人 李富珍没来由生出了一股冲动 如果我破天荒求你一回 你会不会答应 让我爹多做几年北梁经略史啊 李富珍自嘲一笑 他摇了摇头 李富珍啊李富珍 你为何会有这种荒唐滑稽的念头 宋黄梅了解这位富珍姐姐的性格 倔强起来 那就是九牛二虎都拉不回来 也就绝了呀 想让他帮自己引荐的意思 宋黄梅嘿嘿一笑 凑近了李富珍 富珍姐姐 我一直很好奇 经略史大人怎么给你取了这么个古怪的名字 比我还要稀罕 富是什么富 真又是什么真呢 李富珍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还真就难倒他了 李富珍 他对自己这名字还真未就深思过 一直觉得兴许就是九父圣玉的父 天真无邪的真 大概是爹想着他这女儿啊 能够一辈子无忧无虑 宋黄梅见他沉默不语 也就懒得刨根问底 他自言自语的说 以前总听说 那家伙曾经在春生湖上请下了真武大帝 一拳头就灭了小天师赵宁神请来的龙虎山初代祖师爷 以前吧 还觉得世上哪有神仙 现在觉得还真不好说 说到这儿 宋黄梅哈哈大笑 富珍姐姐 真武大帝里也有个真字 真武 李富珍笑了笑 然后猛然间他就笑不出来了 有个词叫辜负 飞凉好苦 草草满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古灵笔路 不宇旧一户 帝王江山几泡土 最后怒 康泰出 几滕江山几泡河